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有让民众避免不法的侵害社会才能够安定而且进步 这次的治安汇报内容大概就是检讨当前治安情势的分析 以及本年度治安规划还有众所关注的性情爱犯罪的防止修法后的配置号措施等等 除了对过去的治安施政的进度统计检讨外 以一签的设想政府未来可能面对社会治安的问题 以达到有被无患的一个目标 就整体而言当前的治安情势可以说是今年来最良好的一次 经过政府多次的努力之后 比如广泛的运用车牌的辨识系统 监视录影系统等科技的设备来加强棘查的效率 办理了165专案统合诈骗的一个情知 有效的拦截诈骗的案件 那更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 强化了跨境防罪的预防 强化社区联防的机制 将中央地方还有社区的治安连前一线 使得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 诸如上市务的种种措施 我国暴力窃盗刑案的方面 创下了15年来的最低 也诈骗的刑案也是10年来的最低 成效可以说相当的着述 所以即使当前治安良好的情况之下 但是各种犯案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 本期也呼吁各相关单位 政府以及犯罪的对抗是没有假期的 没有加强治安的工作 法令的宣导才能够保障民众的安全 中央一地方同心结力 一起来打造一个安心的社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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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